美国政府派出的高级代表团上星期访问了所罗门群岛 并与该国领导人会晤 白宫随后发表声明说 中国在这个太平洋国家建立永久军事存在的任何举措 美国对此有重大的关切并将做出相应的回应 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签署的安全协议 还引发了区域国家的严重的关切 星期一日本外务副大臣访问所罗门群岛 也凸显了日本对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协议的担忧 那么北京与所罗门群岛发展安全合作关系 为何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的担忧和反应呢 今天邀请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 与当代语言系主任叶耀元教授来做分析 欢迎叶教授 叶教授 我们知道所罗门群岛只是太平洋地区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岛国了 那么美国为什么对北京与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协议 反应的如此的强烈 那么所罗门群岛的它的战略性又在哪里 美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等国家都担心 这样的做法将会破坏地区稳定 那么在您看来有没有具体的可能有哪些不稳定的状况呢 是的 那我觉得这第一部分我们要先去考虑到 所罗门群岛它的地理位置到底在哪里 因为所罗门群岛其实就是在纽西兰 还有澳大利亚北方 然后在大概巴布亚牛几内亚的右边 就是我们所谓的东方的一个小岛 那应该也不算是一个小岛 它事实上有蛮多岛 那基本上这个区块相对来说 不管是离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两三个国家 甚至是美国都会比从所谓美国所建构出来的 这个第一岛链来的更为靠近 那现阶段来讲 我觉得我们要把它放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所谓的霸权竞争的一个框架里去看 去讨论说美国作为一个海洋霸权 事实上它一直 不管是在中国的南海 在东海 甚至是在整个太平洋区域里面 它都想要继续拥有它所谓的自由的航行的权利 甚至是对于中国海军的一个过见过增 进行某种程度的一个风阻 所以说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如果中国跟所罗蒙群岛 它可以达到某种程度的一个军事协议 让中国的海军有能力去突破 现阶段从日本 南韩 台湾 甚至是菲律宾以及其他的东南亚国家 所建构出来的这个第一岛链的一个封锁线 让它长驱直路到达所谓的东太平洋 甚至是所谓的东太平洋这个区块 对于美国以及对于美国的盟友 它在安全上面的威胁就会比较的加深 那当然这核心的点还是在于说 我们到底所罗蒙群岛跟中国 他们讨论的这个安全协议的框架 会提供给中国的海军 有什么样的一个便利性 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去观察的部分 但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美国会在这个协议 马上完成之后就立即派这些高级官员 去跟所罗蒙群岛进行 我们注意到就是北京近几年来 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速度非常的快 所以受到了国际社会和争议水域 一些声索国家的强烈的批评 那么来比照着北京在南海的举动 和对承诺的恪守的情况 那么所罗蒙群岛周边太平洋国家 是否应该引起警觉 那么中国与所罗蒙群岛的协议 有没有就是说接近以前的某种先例 或者说在可预见的未来 中国有没有可能会把这种做法 拿到什么非洲啊 或者是南美国家来进行复制 我觉得这种风险一定存在的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 中国在南海的一个天岛的作业 用这种方式来去进行 所谓的岛礁军事化 甚至是去宣称南海的国权 然后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延伸到 例如说在跟中国一带一路的国家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斯里兰卡就已经把他的港口租借给中国 那中国在谷底他这个非洲的这个港口上面 也握有所谓的一个军事化的设施 那这些事情可能会 中国会透过一个借贷的关系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一带一路的养套杀的过程 也就是中国透过所谓的中国同志银行 来对这些国家进行大幅度的融资 那当然一开始资金的一路是一个好事 可是长时间以来 这些国家一旦失去了偿还这些债务的一个能力的时候 中国可能就会透过他当作抵押的一个资产 进行这样的一个套杀的过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 今天所罗门群岛跟中国所谈出来这个合约 是不是有可能会不只是说 只是应用在所罗门群岛上面 甚至是应用在尤其是对美国来说 东南美洲的国家或者是南美洲的国家 相对来说等于是美国的一个大后门 如果这些这样的一个合议成型的话 对于美国的一个安全的威胁 就会更加的明显 这不单是对于不管是纽约南或者澳洲的一个安全的威胁 而是对于美国的本土会有直接的一个战略的威胁 所罗门群岛的总理向美国已经重申了说 所罗门群岛不会有中国的军事基地的存在 也不会有什么具备军事的投射能力 但是现在有很多网上流传了一些所谓的协议的草案 说中国军舰比如说可以停靠了 或者进行后勤补给了 中国可以向派遣警察来维持秩序 保护中国投资或者是中国的侨民等等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 那么当然美国现在说了 说是要做相应的回应 但是没有说具体到底是什么样的回应 那您认为美国如果发生了这样的情况 美国能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 第一个观察点是 美国必然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 因为所罗门群岛在太平战略目的 战略的意义上面 比斯里兰卡或者比土地还来着重要的许多 所以理论上美国是不会让这件事发生 那既然要不让这件事发生 美国可能对于所罗门群岛 他必须要提供更大的一个融资 或者是一个基础建设的一个帮助 让所罗门群岛今天有点像是 在玩两面政策的一般 今天跟中国可以拿到好处 可是同时间美国能不能给他更多的好处 来想办法让他打交这样的一个念头 或让他想办法去抵抗 中国对他的一个诱惑 我觉得这是现阶段 美国就必须要做的事 那当然如果事情演发到变成说 所罗门群岛跟中国的关系越走越近的话 那美国必须以现阶段的一个条件来讲 他必须要提供更高程度的诱因 来确保这件事发生 但是如果这件事真的发生了 就到那一天的话 我觉得会变成一个蛮麻烦的一个抗争单遇了 所以我个人的观点是美国不会让这件事真的发生 那当然刚刚像是林生说的这些 可能的这些惩罕 或可能的这些 中国在透过所罗门群岛来进行一些军事化的一个过程 是不是有可能是未来会常议出来的一个结果 这都是有可能的 这前提就是中国到底是 拿什么样的好处让所罗门群岛愿意提供这样的服务 同时接美国拿什么样的好处 去说服所罗门群岛去拒绝东国这样的样子 叶教授我们差不多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和台湾相关 所罗门群岛是在三年前和台湾断交 然后就和中国建交了 台湾这一次对中所签署安全协议也是反应强烈的 他说敦促所罗门群岛 你不要成为北京的这样的一个军事的棋子 当然台湾对此的强烈的反应 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 是不难理解的 但中国和所罗门的这种安全合作 对台湾有没有任何迫在眉睫的或者说直接的威胁 其实严格来说这个直接的威胁在于 现在我们应该看到台湾在于美国战略的地位上面 我们就很会就很强调说台湾是美国的 美国对中国的第一岛电的防卫线 所以说美国在台湾的安全议题上面 虽然说一直维持着所谓的战略模式 但是某种程度一定是会挂在心上的 那如果今天中国找到另一个方式去突破所谓这个第一岛 那当然这个突破是一个间接性的突破 也是一个相对来说 不能说完全的突破 可是在这样的一个态度上面 美国它的战略地位 它的战略的布局里面 它可能就会把更多的心思去放在所谓的寻找上面 而导致说美国可能在某种阶段上面 会把更多的诱因提供这些所谓的太平洋寻找的国家 那这个时候你当然美国不会玩 不是说会放弃台湾 而是说它在它的外交跟国防的一个国力上面会有所转 所以说这个可能会造成一点一点程度的不确定因素 但是以总体来说 基本上这样的一个所罗门群岛跟中国的这个安全协议 某种程度就大范围来说 还不至于造成台湾的一个安全产生什么样的一个考量 叶教授还有很多问题 可惜我们今天时间不够了 我们今天谈到这里 好 非常感谢圣托摩斯大学叶耀元教授的分析 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 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